第十一題 已知四肢是管中 一支是濃硫酸 一支是濃鹽酸 請問該如何安全的分辨二者 A 沾取少許容易 於皮膚感覺溫度變化 這當然是錯的 因為這個東西都會腐蝕我們的皮膚 會傷害我們皮膚 絕對不能夠這樣子測試 B 用滴管滴入少許的純水 於四碗中觀察反應 這個也不太好 因為基本上呢 我們的酸溶與水都是放熱 所以你不太容易也藉此分辨是濃硫酸 還是濃鹽酸 C 滴入碳酸鈣粉末觀察反應 這個也不行 因為呢 我們的這個酸 會跟我們的碳酸鹽作用 都產生二氧化碳 兩個都產生氣體 所以也無法分辨 豬 從飾管中各取少許容易 滴在方糖上觀察反應 這是可以的 因為濃硫酸有脫水性 會使我們的方糖脫水形成碳 而濃鹽酸不行 所以滴下去會有反應的就是濃硫酸 滴下去沒有反應的就是濃鹽酸 第十一題問我們說 該如何安全的分辨二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從飾管中各取少許容易 滴在方糖上觀察反應 我們來自豬